大山深处发现神秘猴娃 相传是村民与野人生下的孩子 长相怪异 行为野蛮不穿衣服 一到半夜就专门追踪落单的妇女 是众多村民的心理阴影 专家多次探访了解真相 无意间挖出超级大秘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湖北省长阳县神农甲南部 当地盛传这样一个传闻 村中妇女曾经被野人抓走 再次发现她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重新回到人类社会的她沉默寡言 始终不愿说出三个月之中的经历 不久后生下了一个神似野人的孩子 专家考察团听闻此事后来到当地寻求真相 就不料一家人将专家拒着门外 专家只好先行进入森林中 寻找野人的踪迹 一番寻求无果之后原路返回 当专家再次来到猴娃家中时 专家特地带来了礼物 一家人才终于放下一丝防备 在院子里促膝而谈 但是却总是有意无意 避开猴娃的绅士 这种刻意的推托 更加让人在意猴娃的绅士之谜 难道村民口中的传闻是真的 猴娃真的是人类和野人的杂交 就在这时专家团听到了几声吼叫 转头一看 就发现一个浑身赤裸的人影跑来 这可把专家吓了一跳 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猴娃 曾凡胜 而猴娃看到陌生人在自己的领地 于是发出吼叫 并且抓住石头 向专家扔去 就这样专家再次被迫离开 不过专家抓拍到了几张照片 回到实验室后 开始进行研究 突然专家发现 猴娃的脑袋上长有三条棱 马上专家联想到了 原类头骨上的屎撞脊 因为在原始社会中 原类需要咀嚼粗大的粗纤维 进化出了屎撞脊 用来增加咀嚼肌的力道 但是随着进化 原始人类得以吃到更加细致的食物 这时也用不到如此强大的咀嚼肌 所以人类头骨上的屎撞脊 慢慢退化 这一点就是专家用来分辨原类 和人类的一个特征 那么曾凡胜 会是专家猜想的那样 是一个尚未完全进化的原始野人吗 大山深处发现神秘猴娃 相传是村民与野人生下的孩子 长相怪异 行为野蛮不穿衣服 一到半夜就专门追踪落单的妇女 是众多村民的心理阴影 专家多次探访了解真相 无意间挖出超级大秘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六百万年前 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等 类人生物和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祖先 那就是远古时期的古猿 眼前看到的是一具大猩猩的头骨标本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大猩猩的头骨中心 有一片凸起的骨骼 这就是所谓的始状级 这是大猩猩等类人生物 区别于人类的特征之一 而猴娃曾凡胜的脑袋上有着类似的三条棱状凸起 专家从这一点认为 曾凡胜肯定不是现代人类 于是专家翻看资料 发现了一种被忽视的生物 那就是远古巨猿 根据资料显示 巨猿的各个数据与人类最为贴切 但是在20万年前 巨猿种族却突然神秘消失 这明显不符合物种进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所以专家猜测 也许巨猿并没有灭绝 而是在某处地方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那么野人会不会就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巨猿 而猴娃会不会就是巨猿和人类的杂交后代呢 这件事很快被各大媒体登上报纸 关于猴娃是否真实存在这一观点 社会上明显表现偏向否认 因为仅凭借一张照片 还是很难让人信服 当年第一批研究猴娃的专家去世后 其女儿在受试遗物时 发现了这样一盘录像带 猴娃的形象再次公之于众 这让野人存在的支持者眼前一亮 如果说猴娃是人类和野人诞生的后代 那就可以间接说明野人是真实存在的 于是为了对猴娃的身份做出最终结论 专家决定再一次进发神龙架 然而专家却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猴娃增凡胜去世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了这个形象以后就更加深的 印象就觉得她肯定是一个非正常的我们这个人 大山深处发现神秘猴娃 相传是村民与野人生下的孩子 长相怪异 行为野蛮不穿衣服 一到半夜就专门追踪落单的妇女 是众多村民的心理阴影 专家多次探访了解真相 无意间挖出超级大秘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专家赶到村子里时 却不幸收到猴娃死亡的消息 现在能够提供信息的只有猴娃的亲戚 于是专家记者前往采访 一番采访过后 专家得知猴娃是因为食物中毒去世的 专家没办法采集到猴娃的血液样本 原定的计划也复制东流 专家决定挖出猴娃遗骨进行研究 那么这次专家到底能否揭开猴娃的身世之谜呢 猴娃到底和野人有没有关系 记者找到了猴娃的大哥曾凡龙 一番询问下得知 猴娃小名叫做犬子 从小被哥哥曾凡龙和姐姐抚养长大 曾凡圣刚出生时 胸口和手掌长有黑毛 开心时和愤怒时都表现得和星星类似 记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猴娃一家只有猴娃一个人表现得和人类不一样呢 记者想到了药物影响和近亲结婚 但是在一番走访研究过后排除了这些可能 那么在专家心中似乎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野人真实存在 但是一切还都需要检查过曾凡胜的遗骨之后再做决定 当打开棺材的一瞬间 专家第一眼就去看猴娃的头骨有没有屎壮脊 在没有了肌肉和头发的阻挡之后 专家惊奇地发现 原本可能存在的始状级竟神奇地消失了 那么除了这一点 专家还能看出什么端倪呢 在中科院中 专家清洗过猴娃遗骨后 开始了细致研究 初步检测并没有发现人类之外的DNA 也就是说猴娃根本不是传说中人类和野人的后代 按照顺序拼凑起猴娃的尸骨后 专家发现猴娃的头骨容量还没有正常人类的二分之一 这也就解释了猴娃不懂语言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猴娃脑容量低下呢 专家根据资料分析 猴娃很可能是得了一种名叫小脑症的罕见病 因为在婴儿时期 头骨过早的闭合 导致了头颅大小只有常人的一半 脑容量也远不及常人 专家经过计算得知 猴娃的脑容量甚至还不如出生婴儿 难听点来说 猴娃只是一个患有小脑症的白痴 和野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